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东坡也曾这样赞叹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李白也有开门风洞竹 仪式故人来的诗句 称竹为故人 可见竹子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作为四君子之一的竹子 历来也是画家喜爱表现的对象 可以独立成画 也可以点缀画面 画竹子一般的顺序是 先画杆 后画节 再发细枝 最后再生印 用笔要求剑圆尽 生意连绵 这样才能迎风取势 潇洒传神 我们在讲墨法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样的幽默方法 笔的水分要足够 把笔头碾平 然后两边沾墨 这样画出的竹干 圆润挺拔 立体感强 另一种方法 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就是笔尖沾墨 在盘中调过以后 侧缝用笔来画竹干 另外 还要根据画面的需要 来表现出浓淡不同的效果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用墨的方法不同 表现出的效果是不同的 另外 有些人喜欢用板刷 来表现比较粗壮的主感 方法也是 先沾水 或者是淡墨 然后 在刷子的两边沾上墨 这样画出的效果 两边浓 中间淡 立体感比较强 主感的结构要注意 下面短粗 越往上 越细 越长 当画两只或三只以上的主感时 就要注意 主感的走向和穿插 不要出现平行线 即十字交叉线 画竹节是在主感 画完了以后 墨色未干的时候 以浓墨来画出 有用以字形的横线 由左至右画出 或者是用八字形 尽量避免雷同 要潇洒 自然 结构以下的风景泽を交叉线 竹枝为护生 做画时可分左右出枝 前后出枝两种类型 画左右出枝时需要虚实的变化 根据画面的需要 或左虚又实 或左密又疏 常用竹枝的形态一般分为 雀爪枝 鹿角枝 还有丁香头 出枝要注意 左右不能对称 不能左右同时出枝 一侧出枝后 另外一侧出枝 要出在它的偏上方 小枝同样不可以 对称出枝 竹枝一般由干而发 由里而外生枝 由里而外 于由外而理 交错画小枝 枝烧需要稍微弯曲 中锋用笔 枝与枝要注意避让 交合与阴阳相背 一般情况下 一节生粮竹枝 小枝的多少 应应竹叶的多少而定 画完竹叶以后 还可以通过 填补一些小枝 来调整画面和布局 要注意枝与枝之间的走势 与布局 可介入枝的穿插 使画面更完美 枝条 一定要富于变化 一般的来说 小枝和短枝 画雀爪枝 大枝 用陆角枝 两者也可以并用 下笔要用中锋 行笔要迅速 不可以拖泥带水 枝条的走向 也要富于变化 画竹叶也叫写竹叶 就是 以书入画 下笔要有尽力 一笔一叶 不可重复 行笔粗 不可以像桃叶 细 不可以像柳叶 一笔两色 为最妙 画叶子时 第一 忌讳的是 孤生 第二 忌讳的是 病例 第三忌讳的是 如叉 第四忌讳的是 如紧 第五忌讳的是 如手指 第六忌讳的是 如蜻蜓 初学画竹 可以从单叶双叶开始练习 仔细的体会笔墨 然后逐渐的达到熟练掌握笔墨干湿浓淡 来突出布局与变化的程度 画竹叶一般起笔 藏锋 中锋画叶 至叶烧 实按而虚起 画叶用墨 笔 枝干要稍微浓一些 墨 要饱满 行李要快捷 不可以虚 浮 单叶和双叶要多练 要仔细体会枝条与叶子的关系 熟能生巧 画叶子时 笔中的墨要饱满 画竹叶前人总结了很多方法 最基本的组业形式 有个字 介字 和分字 这些组业形式 多以字来取名 比如说女字 人字 两个人字的重叠为 从人 还有三笔并排下垂 等等 也有以象形命名的 比如说 鱼尾 落雁等等 不同的组业形式 可以表现不同状态的竹叶特点 比如说 一川的形式 适合以画 风竹 从人的形式 可以表现 情竹 分字的形式 比较适合表现 羽竹等等 画一根竹子 和竹叶时 可以选择一两种 相近的组业形式 互相叠加 既有变化 又比较统一 如果选择的形式太多 会使画面混乱 不好收拾 掌握了这些基本的 组业形式以后 在实际绘画中 还要灵活地运用 组业的相叠 相破 会使画中的竹子 富有生命力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一片竹叶 乃至多片竹叶的画法 一片竹叶 一片竹叶 有横舟式 演乐式 还有片语式 两笔竹叶法 两笔竹叶法 包括 鱼尾式 和 燕尾式 一片竹叶法 三笔竹叶法 三笔竹叶法包括金鱼尾式和飞燕尾式 四笔竹叶法 四笔竹叶法包括焦鱼尾式 落燕式 还有惊鸭式 刚才我们画的时候 用的方法是 先画枝后画叶 现在我用的方法是 先画叶后画枝的方法 五笔竹叶法 五笔竹叶法是焦鱼燕尾式 实际此方法就是焦鱼式和鱼尾式相叠运用 还有就是多叶法 多片竹叶的画法 往往就是我们上面所介绍的各种方法的组合 作画者在画大片竹叶的时候 可以对这些竹叶进行分组 具体的方法要根据画面的效果来决定 不管叫什么名字 其实我们只要记住 人字 个字 戒字 分字 并把它们不规则地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在画枝条穿插时 一定要注意画面的视与动态的效果 竹叶的组合要有主刺 虚实 前后 多少等变化 主体部分叶子较多 通常用重木来画出 即使是次要的部分 与主体呼应其辅助作用的叶子 通常画的时候 把目色略于处理的淡一点 这样可以使画面 富有变化 并且和谐统一 画竹讲究构图 讲究聚散关系 一幅画中 竹叶的布局 有聚有散 不可均匀对待 哪里微聚 哪里要散 哪里留白 都应在作画之前 有所考虑 有所计划 叶子的组合 疏密非常重要 要切记 疏能跑马 密不透风的原理 更要记住 更要记住 变化的重要性 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画三张不同构图的主字 示范给大家 欢迎大家订阅 转发 点赞 谢谢收看 您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